而在疫情爆发之后 WHO的秘书长谭德赛一系列发言被解读是在美化中国 2月6号有一场WHO的会议上就有泰国代表的发言 最近在网络疯传 原因是短短两分钟的内容 泰国代表发挥了高级酸辣的功力 调侃谭德赛还有中国的防疫表现 引发全场哄堂大笑还爆出如雷掌声 据说当时有部分内容 并没有透过同步翻译完整传达 让在场的中国代表一头雾水 还误以为泰国的代表是在大赞中国防疫 回忆时特别表达感谢 严肃的WHO殿堂出了一位冷面校匠 我们必须要保护DG 我们刚才回到中国 然后禁止这个EB 特别是书长 他一直坐在他旁边 会是最危险的 泰国代表把刚从北京回来的秘书长谭德赛 形容得像瘟神一样 逗得全场大笑 全球为了武汉肺炎恐慌 泰国代表有何高见 直到武汉开会兼观光 强调疫情下的黄鹤楼不用人挤人 要不然去北京开会也行 2月6号WHO第146次执委会会议 泰国代表的两分钟发言 明显对秘书长谭德赛和中国防疫酸言酸语 却是不留痕迹的态势酸辣 据传考导的现场同步翻译 让在场的中国代表误以为是在赞扬中国 回应时表达感谢 影片引发网友疯传张力德比义